hello 欢迎回到Ginscan Live 我手上这个灰白色的小东西 是智讯的SIMO手机监视器 一个可以将你的苹果或者是安卓手机 或者是平板电脑 变成一台专业监视器的小设备 而所有的监视器上的功能 它都因应俱全 不光是监视器功能 它还能用来做直播 对 直接用你的相机拍摄的画面做直播 这可就是太厉害了 那我们接下来慢慢说 用手机作为相机的监视器 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了 但是目前市面上 我并没有看到一款功能 特别全面的监视器的手机APP 或者是设备能将你的手机 完全变成一台专业的监视器 首先 相机自带的这块小屏幕的亮度不够 而且比较小 那我很在意的一个拍摄的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完全依赖自动对焦 那么后期出来的视频 有些片段是可能虚焦的 那如果是手动对焦 由于屏幕比较小 那么很多比较较远一点的物体 有一些镜头 是不是真的对准了 在这块屏幕上你是不太能看得到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监视器 它对于我来说最大的一个用途是帮助我对焦准确 那么智讯的CMO手机监视器就能做到这一点 外观上的话它就很小的一个 那你拉开手机放下去 它就会自动将手机锁紧 背后的话它需要搭载一块NPF的电池了 那另一端连接手机 一端连接相机开机 你就完成了 那具体它里面搭载的哪些监视功能呢 我们来看 首先你可以看到它的画面 是实时传输你的相机画面的 首先从左边第一项开始 是开关我们的一个颜色 那第二个是检查我们的色彩通道 接下来是直方图 然后是波形图 这个时候要注意 你可以去到最右边的设置里面 然后单独去设置 你需要的波形图的展示的样子 那比如说我把透明度开到最大 尺寸开到最大 这个时候你再点击你的波形图 你会看到它的展示方式 是和之前不一样的 下一项是这个加号 大家可以看到物体的边缘 有一个红色的线条 而它也是我常用的 帮助我对焦的工具 如果你对焦的主体的周围 出现这样的红色的线条 那么说明你对焦是准确的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移动对焦的焦点 你会看到红色的线 会跟随着被拍摄的主体而移动 下面这个小方块的图标 是LUT的直接预览 你可以导入你自己下载的LUT预调颜色 直接利用自讯的SIMO手机监视器 来查看加载LUT之后的画面的效果 那么当然这个功能也是我经常会用到的 接下来这些斜线的图标是斑马线 这个用于对于曝光的一个控制 高光越多的地方 这个斑马纹就会越多 所以你是需要利用这个斑马纹 来控制自己的曝光的 下面是尾色曝光 这个是真的很厉害的一个功能 具体怎么使用尾色曝光 大家需要花一点时间去学习一下 我们在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不展开去说什么是尾色曝光了 然后是你的收音声音大小的一个区间的一个展示 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我们画面比例的一个调节 目前的话我用的这个画面比例在相机上是16比9 你可以调整为比如说4比3、1比1等等 这个可以帮助你在后期剪裁画面的时候 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一个构图的位置 接下来是这个压缩画面 如果你用的是电影变形镜头 我们常说的这个Animovic Lens 你可以实时的看到画面被调整为正常尺寸 没有压缩的这个样子 这个是很厉害的 下面是帮你构图的这个直方格 然后我们有我们的这个Range的范围 你可以选择全部画面 或者是在一定色彩范围下的一个展示 接下来是镜像画面 如果你用得上的话镜像画面 然后是在这个画面上加载其他的图层 比如说你需要叠加图层的效果展示 你可以直接在监视器里面先看到一个预览的效果 然后这个功能是截屏 在你需要的时候你随时按它 它就会保留当前的一个画面的截图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画面的右边有一个录制的开关 它可以利用你的手机录制相机的画面 什么意思 当你按下这个录制键的时候 你的手机会录下当前相机拍摄的画面 并直接保存到手机上 这样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连接你的手机到相机传输文件 或者比如说把相机的记忆卡导到电脑上 再传到手机上 这个功能就真的是太方便了 那在录制键的下方是一个live的开关 做直播的朋友 你可以利用它来开启直播 而你的直播的画质 它的这个质量是相机拍摄的质量 而不是手机摄像头的低质量的这样的一个视频效果 好的那这些基本上就是这个 智讯的SIMO手机监视器的一些功能 我目前在市面上是没有看到任何一款设备 能做到真的如此全面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因为手机我们是天天都待在身上的 而监视器动辄就是几千块 那对于我们这一类单兵作战 一个小巧灵活的转接器 就是智讯的这一款SIMO 真的是非常有用的 我是靖 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了点赞和转发 你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